欢迎来到国际音乐资讯交流站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袁永昕 在今天这一集的国际音乐资讯交流站当中 我们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要来根据美日中 他们在今年上半年所公布的 最新的音乐产业报告的内容来做介绍 而在第二个段落 音乐的会客室里头邀请到的是 觉醒音乐季的创办人严廷贤 请他来和大家分享 这些年他所观察到的 台湾音乐表演环境跟乐团的一些变化 另外在节目的最后一段 依然为大家请到的是 一些乐团的朋友们 来和大家聊聊他们在海外演出的经验分享 现在我们马上来看看 2019年上半年 美日中音乐产业报告的内容 首先看到的美国2019年上半年的 音乐产业报告 这份报告来自今年夏天 Nelson Music所公布的 Mid-Year Report US 2019 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份报告当中的几个亮点 首先第一个看到的是在音乐串流平台的部分 美国音乐串流平台从2018年到2019年 在平台的点击次数 由2610亿次增加到3335亿次 上升了27.8% 影音的串流平台呢 从2018到2019也由1247亿次增加到1742亿次 上升高达39.6% 整体的串流平台由2018到2019上升了31.6% 从3857亿次增加到了5071亿次 这个数字的成长率都是两位数 相当的惊人 再来看到在销量的部分 实体的专辑销量 2018年到2019年下滑了15.1% 3830万张跌到了 只卖出3250万张 唯一在实体增加的部分是黑胶 黑胶专辑的销售量 由2018年销售了700万张 上升到了2019年770万张 上升9.6% 数位下载的销量下滑的更惨 2018年还有2520万张的销量 到2019年只剩下1910万张 下滑了24.4% 整体专辑的销售量2018年到2019年 下滑了18.8% 本来是有6360万张的销售数字 到了今年已经跌到了5160万张 在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今年美国2019年上半年 音乐产业报告里头的几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 这是Trap还有Mumble Rap的受到欢迎 其实这个风格也有影响到 我们的华文歌曲 华文歌曲在今年周汤豪 I Go就选择了这样的曲风 而Trap and Mumble Rap的乐风 影响力持续的发威 得利于Neo Nexus Travis Scott 还有Paul Smellon The Baby等人所造成的旋风 其他的乐种像是在当代都会 流行雷鬼 还有成人流行书群 也都在全美的排行榜上 各霸一方 紧接着再来看到的是第二个现象 那就是美国新生代女歌手 话题不断 从去年底Aryna Gronde的 Thank You Next 夺冠开始 到今年年初她一个人的歌曲 就独占 Bill Boe 排行榜的前三名 之后 17岁的Billy Elish 又引爆了新世代 Art Pop的难以归类独特性 成了第一个本世纪出身的夺冠歌手 还有就是Teleswift 今年夏天的新专辑 接棒推连出的话题MV 让美国的新一代的女生绅士 在2019年的上半年是持续不坠的 在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第三个现象呢 是影视声量持续影响着销售 还有点击量 从去年底一个巨星的诞生 还有薄熙米亚狂想曲 这个热潮烧到今年陆续有 Alton John的传记电影 Rocky Man 以及几部Netflix的音乐纪录片 带动的关注 像是Modely Crew的The Dirt 以及灾难音乐节Fire纪录片 还有碧昂寺的Homecoming 以及HBO关于Michael Jackson的Living Neverland 这些影视热点都反映在 影音串流平台跟销量上 仔细来看 好比Alton John 他的销售成绩上升了84% Lady Gaga所唱的Shallow 更是突破了10亿的点击量 Jeroux他因为在Fire这一个 搞出大乌龙史上最大灾难的音乐节 里头的出现 也让他的作品销量上升了33% Modely Crew以他们在80年代的 疯狂过去所拍成的基督电影 更是让Modely Crew的整体销量上升了683% 是这一波里头成长最惊人的 Michael Jackson在HBO频道播的Living Neverland 也让他的作品上升了41%的销售量 另外波西米亚狂想曲Cream的专绩 从去年年少到今年 在今年的上半年还卖出了73万1000张的销售数字 以Cortella的表演变成的纪录片 Beyonca的Homecoming也在他的第一周就有38000张的漂亮数字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2019年上半年音乐产业报告的第四个现象 那就是K-pop和拉丁势力各报一方 过去所谓的美国梦 就是不管你来自任何地方 美国这个市场永远是你可以试着去闯出一片天 让你可以享受美国梦成真的一个大市场 而就在过去的这几年K-pop还有拉丁势力 似乎已经站稳了脚 韩国BTS跟Blackpink陆续在今年上半年 创下了单周YouTube点击量破全球的纪录之后 BTS又紧接着跟Healthy合作的新歌 打进全美单曲榜的前十名 延续了这一波K-pop的声势 另外在拉丁歌手的部分 Maluma和Madonna的合作 还有Daddy Yankee跟Katty Perry的合作都吵出了相当大的话题 还有相当高的点击量 紧接着看到的是第五个现象 那就是抖音TikTok 抖音成了排行榜新的畅销制造机了 2019年的最大惊喜呢 就是蝉联19周的全美排行冠军 Neonix的Old Time Road 它就是从抖音串红 Evamax的Sweet of a Psycho 还有George的Slow Dancing in the Dark 也都因为抖音的受到欢迎 分别创下了3.1亿跟1.65亿的惊人点击量 再来呢我们看到的第六个现象 那就是意外出现的一首长销的儿歌 原本是2016年南韩教育机构PingFox 所制作的儿歌Baby Shark 在YouTube推播助澜之下 2019年的上半年 全美的单剧榜上待了超过20个星期 总共高达3.95亿次的点击量 成了它变成流行榜上最意外的长销儿歌 最后看到的第七个现象呢 那是电玩还有电竞的活动 所带动的点击销量 连续两年 几身DJ Mac 百大DJ榜单前十名的 Marshmallow棉花糖和游戏Fortnite 要塞英雄 举办了一场 所有玩家都能够参与 而且它只存在于虚拟世界的音乐 第一只一秀 这场活动 让Marshmallow的专辑销量 成长了316% 而他们和Bastia合作的单曲 Happier 更是拿下了Bilbo舞曲榜 Hard Dance Song 这个榜单上面 一共超过了50周的冠军 真的是空前的历史记录啊 以上就是根据美国Nielson Music 所公布的美国2019上半年音乐产业报告的内容 和几个重要的现象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中贸易打得非常的热 我们就来看看中国2019年数位音乐版权研究报告 那么在中国2019数位音乐版权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是来自I Research 中国数字音乐商用版权市场研究报告所得来的 发表时间是在2019年的夏天 我们先来看看在这份报告当中 一开始他们先谈到是这几年 中国是如何在数位音乐版权上面慢慢走上轨道的 2015年的7月份呢 罪严版权令出现了 也就是有这个版权令 它扫荡了全中国所有非法的盗版下载音乐网站 也因此让整个数位音乐在中国的市场有了一个新的起步 2017年5月份中国是35 也就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 刚要第一次把音乐产业的发展 列为重大的文化产业工程 也就是一个风向球的出现之后 我们看到2018年的9月份 这份统计告诉我们 中国用户端使用正版的数位音乐平台比例 居然已经超过了90%了 过去盗版下载或者是听盗版音乐的情形 早就已经不在中国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但是我们如果再把数位音乐的历史往前追溯的话呢 其实中国的音乐著作权学会的成立 或是疾管制度的开启是在1992年 1994年才有第一个版权授权机构 也就是B&G松巴音乐进到了中国的市场 西元2000年中国正式的启用了数位音乐 换言之数位音乐到中国现在的发展还不到20年 2009年第一个在版权争议上的官司 获得了胜诉之后 我们这样综观的看下来 在2000年之前呢 中国的数位音乐还在启蒙期 2000年到2015年的最延版权力之间 算是一个整顿期 2015年7月之后才算是它的商业起步期 换言之中国数位音乐版权的这一块 它的商业起步都还是相当的年轻 不过四五年的时间 紧接着我们在看到iResearch的报告当中 谈到的中国数位音乐商用版权的市场规模 2018年呢 在这一块是1.9亿人民币 预估今年呢 会足足增加200%到3.8亿人民币的规模 预估2020年会到11.4亿人民币 2021年会有28.5亿人民币 2022年会跳到57亿 2023年会有85.5亿人民币 它几乎不是百分之几的成长 它是百分之几百的成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相当看好 2023年过后的中国数位音乐商用版权的市场规模 可能就要突破100亿人民币了 再来看到的是 2018年全球音乐版权的营收 有191亿的美元里头 环球 Sony 华纳 这三家商品公司就占掉了68.6%的份额 其中曲库的数量 同时占据全球录制音乐曲库版权数量的89.1% 将当九成了 全球音乐版权市场 呈现出版权的数量跟营收 都是双双高度集中的一个情况 相较之下 中国音乐版权市场呢 却是出版的数量 跟它的价值是割裂的 分裂的一个现状与趋势 具体来看 目前中国有超过50%的音乐版权 分散在我们刚刚讲的那三大唱片公司之外的 独立音乐制作人 工作室或者是其他的唱片公司手中 主流音乐平台播放的曲目当中 有超过80%的音乐来自于常委市场 这代表着中国用户对于音乐 其实有更多元化 或者说更离散化 而且是集中度比较偏地的偏好 再来呢 那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数位音乐商用版权的市场特点 相较在海外呢 中国多元发展他们的文化娱乐内容市场 其中这几年的直播 还有短视频 这两个新兴形式呢 在过去两年是高速的发展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 同时呢 中国音乐行业跟其他的娱乐行业之间 链接是更紧密的 藉由内容付费到位 中国的数位音乐内容延伸出更多的分发渠道 例如像在线K歌 你在线上就可以唱KTV了 你自己经营自媒体 因为你有直播 你有短视频 或者你跟海外的市场一比较之下 中国数位音乐有更多娱乐化和社交化的特点以及趋势 因此就延伸出了区别于海外市场 许多音乐版权内容的分发渠道 让它的商业化潜能有进一步的提升 我们看到右边的这个图里头 就是中国跟海外数位音乐商用版权内容分发渠道的对比 一般说来在欧美国家在海外 表演广播公播演出表演权就是这个 但中国又多了一个音乐综艺 好比我们刚刚讲到的 在线上唱KTV 或者只有直播短视频的娱乐平台 那么在Sync 就是广告影视的同步权 一般世界各国海外 涵盖的就是广告游戏电影电视剧 不过中国又多了短视频直播 在线K歌还有自媒体 所以你看得出来 中国数位音乐商用版权的市场特点 就是相当的多元 它不会过度的集中在某几个项目当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中国数位音乐商用版权市场的未来趋势 这是根据eMarketer的数据 2018年呢 中国广告主数位广告预算的规模 达到了654.2亿美元 预计到了2021年投入的预算 就有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 在这么庞大的预算规模当中呢 目前平均大概有0.5%的比例 是归属于广告配乐 和背景音乐的成本投入 假设这个比例维持现状 到了2023年 广告营销领域的音乐版权成本 将能够达到45亿元以上 同时 由于世卫音乐商用版权 交易平台的出现 对于广告主来说 使用正版音乐的成本也降低了 因此 会有更多中小型的企业 将会有能力 为数位音乐的商用版权 来做付费 比较两个图 一个是2018到2023年 中国广告主 在数位广告投放的预算规模 你看到 在去年2018年 是654.2亿人民币 今年过完可能会到 798就将近800亿的人民币 2020年会到 945.8亿人民币 到了2021年就破了1000亿人民币了 一直到2023年会成长到 1342.8亿人民币 这是在数位广告的投放 换到右边这个图 我们看到是中国短视频的市场收入规模 2016年刚刚萌芽 只有19.1亿人民币 2017年是55.3亿人民币 可是2018年一下跳升了好几 不能到十倍了 将近十倍 已经到了467.1亿 可是就在今年2019年 它已经突破1000亿了 2020年会到1506.4亿 换言之2020年 在短视频的市场规模 已经超越了另外这张图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 广告主的广告投放预算规模 到了2021年呢 2021年会高达 2110.3亿人民币 远远的超过了 中国广告主 在数位广告投放的预算规模了 所以中国短视频的这个市场 包括像抖音TikTok在内 真的是不可以轻忽它的潜力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就是在这个未来趋势当中 版权交易平台化 将会成为一个新趋势 罐头音乐之外 还可以满足企业 来做定制化的需求 未来随着企业客户的增长 这个资源对接也比较丰富了 对音乐制作人来说 对音乐公司来说 提供付费的增值服务 比如说ISRC Code的追踪 或者是提供更多数据的分析 这些都将更有利于 版权交易平台的 商业化生存和发展 最后我们看到 在这一份报告里头 也谈到的 官方机构组织 引导建立更有效的 价值评估体系的重要 首先我们看到目前 美国就在今年 川普签过的 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 这是包括了 美国作曲家作家 与出版者协会 ASCP 还有音乐广播公司 也就是BMI 还有欧洲戏剧作家 和作曲家协会 也就是CSAC 这些 韩块在内 他们所采用的方式 可以让中国音乐 制作权协会 监督 为歌曲的授权 还有曲顾的授权 制定一个定价的标准 本质交易双方意愿 为主导的原则 再由传播量和影响力 等等市场的因素 决定音乐版权的 最终价格 或者参考 韩国文化院 KOKA 或者是韩国制作权协会 所建立起的 韩国文化内容价值 评估模型 让官方的 著作权机关组织 或者是更上层的 版权监督机构 为包含音乐 在内的版权内容 制定合理的价值评估 来当依据 例如呢 韩国的官方 建立起一套 标准化的文化内容作品 价值评估模型 而且它连通到银行 连通到金融监管部门 等机构 让资本市场 能够按照相对应的价值 对文化内容作品 给予投资 以上就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 中国2019年 数位音乐版权的 研究报告 先后看完了 美国2019年 上半年音乐产业报告 还有中国2019年 数位音乐版权 研究报告之后呢 最后一起来看到的是 根据日本的 RIAJ 也就是 Recording Industrial Association of Japan 日本唱片协会 在2019年 所公布的 上半年音乐产业报告 首先看到的是 他们的录音著作 包括了CD 黑胶 卡带等等 在实体的部分 成长了2.6% 来到7.22亿美元 这个数字 比去年漂亮一点 但还是不及2017年风光 紧接着 再看到的是 串流的部分 串流收益呢 包括了付费的订阅 还有广告的点击 也成长了27.5% 来到1.94亿美元 看得出来 从2017到2018到2019 它是相当稳定的步伐 在成长的 接着再看到的是 包括了DVD 或者是蓝光等 录音著作的影音产品 在这个部分 在实体上面 下滑了10.8% 来到3.91亿美元 虽然比2017年 上半年的表现漂亮 可是跟2018年相较之下 这个跌幅 算是比较大的 因此我们把刚刚上面 这一些所有的产值加总起来 一起来看到的就是 实体跟数位合并 最后是下滑了 0.25% 前一年的13.7亿美元 下滑到这一年的13.5亿美元 当然这并不影响日本 还是全球第二大音乐市场的情形 目前在这个报告当中 我们看到了几个现象 第一个 日本的串流市场 已经连续三年 成长超过了20% 第二个 日本串流市场 呈现了几年前 英欧的高速成长 而今天的英欧市场的串流发展 已经进入到一个成长平原期了 日本市场在2019年上半年 国内艺人的占比超高 高达89.6% 非日文的系统 也是国际艺人的收益占比 只占日本的10.4% 所以在日本市场 真的 他们音乐收听习惯 真的是听日文 本土的科举 占比是比较高的 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 国际音乐资讯交流站 所带给大家 2019年上半年的 每日中音乐产业报告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天末 对 就是有一次去北京天末音乐节 因为它是一个沙漠 我们第一次在沙漠 那种很辽阔的视野上表演 然后舞台也很大 就是演起来的心态 就会变得很大 很辽阔的感觉 很辽阔的感觉 那次真的很印象深刻 对 没错 然后一边唱歌还会吃到沙子 对 因为那个沙子就很像蜜粉的感觉 就是你会一直不断的吸进去 然后风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三个人都把头发绑起来 对 也没有再管造型了 所以我们就好好的演出这样子 对 印象很深刻 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 因为地域性的氛围都不太一样 像比如说遇到的观众 他们都 像欧美的话 就会变得很开放 很enjoy在表演的 当下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跟地域 不同地域的观众互动 是最大的收获 嗯 我觉得跟观众的互动还蛮 就是每一场不同的场地 然后不同的地方 国家其实都会有蛮大的差别 嗯 对啊 然后PA PA其实也是会 嗯 就是 可能他们控的sense 可是这可能跟国家没有关系 这本来每个人的那个case就不一样 就是在我们做好 完整表演的准备前提之下 到那边 可能更在乎的是那个现场的vibe 而不是 我们一定要演得很精致或怎么样 更期待的是就是观下 观众 台下观众给我们的互动 然后的反馈 在那个当下所呈现出来的感觉 嗯 那个是还反而是最重要的 嗯 我们 欸出国演出前一定会准备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语言的方面 可能会有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尽量把音乐的渲染力 再做得 更 更出来一点 比如说我们会带鼓手啊 然后或者是歌的选择上 就是 还是还是会尽量符合当地的民情之类的 讲得好深奥 到底是怎么选 哈哈哈 然后还有 呃 就是在海外演出 因为毕竟就是这个机会是很珍贵 所以其实在 我们准备演出的歌单或是 编曲的编排上 我们会选择可能比较多元性的 就是比较可以呈现我们 不同的样貌 比如说曲风啊 歌类型 然后就是用我们现场的渲染力 再把它表现出来 然后我还是相信相荣性这件事情 就是去国外还是会唱一点英文歌 嗯 至少一首 两首也好 因为我发现唱那个他们眼神马上就醒来 哦我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这样子 我觉得首先要先 忠于自己的味道 因为放到一个不同语言 的市场大家都是凭音乐在感受那个 就最纯粹的东西 所以就是忠于你自己的原味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你特别 大家也会看见你特别 嗯 对就是展现自己想要展现 呈现出来的表演 这样子 嗯 我觉得创作灵感来源真的太多了 可能海外演出有占部分的因素 然后还有很多 更多是生活的经验或是什么的 但是海外演出的确对我们蛮多 启发性的 就是回台湾之后可能看了那些国外乐团的现场 对 然后就觉得哇大开眼界 对 然后回来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再做得更好的 因为很难得有一次机会是可以看到各种各个国 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们 对对 不同音乐风格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快可以吸取很多养分的一个活动 对对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先补充就是我觉得吉他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像我之前我们去泰国参加那个K-Expo一个曼谷蛮大的音乐节然后那我当时是用了一个比较没有可能质量没有那么好的硬壳的吉他壳 那当到了当地之后就发现他吉他的那个Tone那边已经全部被压碎了就我当时是吉他是完全不能用所以其实要保护好乐器最重要就是用一个非常好的带子然后千万不要省那个 省那个钱这样子 但是好我是可以接他后面但是就算你换了一个最好的带子其实我这次就是我们都一起换了那个带子之后我的带子还是被航空公司烧破一个洞 所以这种事真的很难说但是前期如果你可以准备一个好带子当然是首选对 但是后期如果烧破还是要非常主动的去对 还有一点就是自己可以准备保险对就是因为我的带子在烧破了然后还好我有保险所以我有我有申请理赔他们愿意就是赔我一点费 对就是除了跟航空就是一到如果发现乐器或者是吉他有什么损坏就马上要跟航空公司讲这个提出这个疑问 然后然后你自己额外一定也要在保险才会才会确定事情不会太太令人伤心 至少以我们经验国内感觉有一点点有草有糖吃的感觉 就是一定要自己主动去争取因为不然他其实本来签的是他是没有帮你负责的 而且是你一拿到行李你当下就要忙检查如果有问题千万不要忙出去你就要直接在里面把这件事情办好 没错对就是这样嗯还有一定要照顾身体的健康就是被药一定要被超齐 就是我们每次都带一堆的感冒药一堆的胃药 还好都没有被询问就是为什么是带那么多药来 对很多的药分 然后我们这是去美国因为去到纽约那时候刚好很冷所以我们就自己带睡袋 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去到其他像我们到奥斯汀我还是把睡袋直接拿出来 就是就等于我就我就没有躺饭店的棉被我就是直接躺在睡袋里面 我觉得还蛮有安全感 其实睡觉的时候如果有很保暖的话其实就不大不大会感冒了就是一定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这样表演才会在那个水准上 对但是睡袋要可能预算要提高一点 可以把那个重量减轻 重量减轻然后可以保冷 就是因为我怕大家听了就带超大的 然后整个都是觉得靠乱推这样 我觉得苏丁钟琳跟我想到的是同时想到的那个德国那一场 因为当时的那个Promoter好像就是他自己有一些问题 所以他其实我们到场的时候发现是没有音箱的 一颗音箱都没有 那然后还好我们那时候同行的音控方驳 就很很机智的把所有的乐器都Line in 然后我们就是照样演出这样 虽然是没有吉他的润色但是我们至少有把那一场表演做好 对 Coch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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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太爽了 那是梦想 想参加 想参加但不一定会参加 那感觉超多那种网美会在那里拍照的 对不对 你每次想要看美女可以吗 对感觉去看吧 啊我觉得英国的那个Glassonbury 好像就是很经典 然后也一直听到 所以就觉得哇如果有一天可以去朝圣的话 其实我们上次在欧洲参加西班牙 那个Primavera已经 已经是我们很梦幻的一段 对那个已经是非常难了 那真的很幸运可以参加 对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 在准备上台这个心情 就是我觉得 团员如果说很常在做这个海外演出 其实对于演出这件事情会非常的纯熟 而且会更自然的去表现 就是不管是肢体上音乐上的那个表现 嗯我觉得就像柚子说的这样 而且我觉得是你们一起共同经历这么多高压的环境 然后你真的是在无声无息之中 你就是已经有提升了所有的应变能力了 对然后稳定度也绝对会上升 嗯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每个乐团都会有一些歌 比较适合可以跟大家互动 那在这些歌曲进行的时候就可以 可能事先先设计一些桥段 可以可能跟大家打招呼 或者是说请大家跟着你一起 这种我觉得都可以做 然后我觉得也不用害羞跟大家讲话 就是你可以如果是说比较不会表达的话可以先练习 那上台其实大家的反应都会出乎意料的热情 对 还补充一下就是 因为我们所有的语文人知道柚子是比较好的 然后他其实有教我们说 如果你不知道回外国人是什么 就如果他来找你聊天 你不知道回什么你就抱他就对了 哈哈哈哈 对 你就是抱他 对然后他真的就是 你会知道他们都很开心 对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不管是国内外 其实像我们可以去欧洲也是因为在台湾参加了柚人散步音乐节的契机 所以其实不要去漏掉每一个你觉得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 然后如果像是说有申请这种也可以多做功课 然后去就是送看看嘛就是也许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的建议是 其实不要去害怕在台湾交这些乐团的朋友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两年下来我们就交了很多乐团的朋友 我们发现其实就是大家都很愿意互相帮忙 然后分享很多有用的资讯 所以就是尽量去交 有机会一起表演你就是尽量跟大家交朋友 对 我觉得在申请一些补助上面 就是要很努力的去把自己的乐团的精力啊 还有自己的优势去把那个申请的文案把它做好 就是要尽量去做就是把它做的看起来是人家愿意给你补助这样子 就是要说明的很清楚这样子 对然后尽量去想自己有什么有去参加过什么演出 然后自己的乐团有什么样的经历优势 所以各个经历都可以把它保存的就是如果有什么资料都把它保存下来 然后海外的音乐季征选我觉得也都可以试试看 对有事就是真的有机会 你们会建议乐团自己写一些比较完备的 比如说英文自己的简历这些资讯 我觉得非常建议 就是应该是说你除了简介你很多作品跟你像我们也有自己做网站啊 然后社群软体都是可以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往国外发展 你都是可以把它做的像是你就是想要给外国人看的感觉 对就是其实那东西是算蛮基本的 Bio就是你一定得要有的 所以在一切还没开始之前 这些东西就是要自己先准备好 要怎么用简短的文字就介绍你的乐团 然后是什么样的组成风格等等 我觉得我们当然是自己非常幸运遇到很多很好的机会 但也是我们一开始就真的很想往国外发展 所以我们的东西都会把它 我们也会让人家看到我们是想要往国外走的 要让人家知道你有那个动力 对 就这个动力是很正向的 又会影响到很多人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国际音乐资讯交流站 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上面 能够给大家非常多丰富和充实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袁永鑫 和大家说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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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